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亮仔 最近中国足协也是出现了很多高层落网的情况 尤其是谁就杜兆财落网之后 现在已经有9个高层都接连出事 让很多球迷是大跌眼镜的 当然在这一次杜兆财落马之后 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一方面很震惊 同时其实也自然还很期待说 我们足坛里面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大鱼 到底还有没有人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的人 都是大家都想知道的答案 毕竟我们很清楚 现在虽然说抓了不少人 但是如果不把这些毒瘤彻底清除掉 他们留下来的话 很有可能在几年之后会继续耽误着中国足球的发展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肃清所有毒瘤 在最近在很多球迷的期盼之下 我们看到了明记冉雄飞是再度在社交平台当中 暴露了一个具体的消息 而且李玄也是在社交平台当中 透露了关于金元足球的一些具体大瓜 从这两个人透露了一个消息来看 接下来还很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人员要落马 我们具体来分享一下 首先根据李玄这个足球报的主任 在社交平台当中透露的消息 他说从余红成这些人落网之后的罪名来看 接下来意味着我们官方调查组 已经开始倒查十年的一个整体的问题 也意味着的话 我们这一次的官方调查 已经回到了金元足球时期 因为我们知道金元足球时期的话 其实就是在发生在十年前 那个时候中国足球 一方面确实有个短暂的辉煌 但是涉及到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交易 包括金额的问题也非常大 有在最近几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所以按照李玄的这番说法来看 接下来不仅是现役的足协高层 包括像余红成这些 此前的一些金元足球时期的足协高层 同样有问题都会面临审查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后续不仅仅是余红成被调查 而且他涉及到一些相关工作人员 相关的一些下属和高层 也很有可能会面临审查 那么在李玄透露了这个重要的消息之后 我们看到眼熊飞在他的社交平台当中 还点名了西信的原足协高层 虽然说他没有具体透露名字 但是已经把这个信息说的有史具体而详细 其实对于各位球迷来说 也大概能够了解清楚 他指的是哪一群人 所以对于各位球迷来说 接下来也可以期待一下 后续官方到底会不会通报 眼熊飞还具体透露说 下一周就有可能有一个具体的结果 如果说这个人物 没有犯下任何的问题的话 可能这个事情就悄无声息的过去 但是如果他和杜兆才一样出了问题 很有可能就会正式被通报 那么这样一来 可能整个中国足协高层 到回到十年前的那一群人 都有可能受到一个波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 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和兴奋了 毕竟我们很清楚 现在足协高层多个人落网之后的话 意味着我们将会推倒重建 之前的那些耽误足球发展的人 将会不复存在 上来的都是真心为中国足球 谋发展的人 另外一方面倒查回去的话 那么那些曾经阻碍了 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些高层 也同样会受到重罚 这是一个大快人性的消息 我们也期待 下一周能够迎来更多的突破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